事發總有個原因 剛好早來聽大家好 我是Simon 今天要為各位帶來的是 雙層公寓湘南篇人氣最高的一名房客 專業格鬥家19歲的工程大樹 從以前到現在講過的戀愛實境秀 有不少的拳擊手 但這些人跟大樹比起來檔次差了不少 那些充其量只能算是興趣 我們的大樹是真的以拳擊為生的男人 在劇中大樹打過了三場比賽 每一場比賽都拳拳到落 就連我這個外行人看了都覺得刺激 而大樹這個人有很大的反差魅力 平常私底下是一個很可愛的男孩子 講話非常有趣之餘 還很會聊天 但只要接近比賽 就會開始非常嚴厲的結識 在湘南篇有不少女生為大樹所心動 而且都願意成為他運動生涯上的支柱 首先第一位被大樹所吸引的是 這位20歲的黑辣妹小華金錦華 其實小華在上一集 陽界的感情線就有出現過了 但那邊比較像是客串 這邊才會是小華的主場 兩人抵達公寓的時間相差兩周 因此他們很常假探索知名行約會之時 2012年就開油店混合車 食奶環保之先驅 大樹特別喜歡開這台 不過依靠小旅行跟油店混合車 要讓兩人的感情升溫似乎還缺點火猴 而說到火猴就想到料理 大家不要看小華一副玩卡一樣 他的廚藝其實意外的不錯 時間很快到了大樹的備賽期間 拳擊手非常的痛苦 在比賽前夕必須把自己的體重壓到極致 以大樹170公分左右的身高為例 他每場比賽都要把體重壓到55公斤以下 B&I大概是19左右 所以在比賽前兩三個月就要開始控制飲食 而為了不讓大樹減重減得這麼痛苦 擅長料理的小華有空就會幫他備餐 大樹在感動的同時也逐漸的對小華越來越有好感 公寓的其他人也開始嗅到了兩人的戀愛滋味 不過此時大樹卻拋出了一個震撼蛋 那就是除了小華以外 還有一個女生令他心動 而這個女生不是公寓的成員 而且至始至終也都沒有出現過 我一開始以為是這個女生 但後來發現這是大樹他姐 而這件事情大樹誰不找 偏偏找了公寓的大嘴巴盛男討論 大嘴巴盛男轉頭就把這件事情告訴給了小華 雖然知道大樹喜歡自己但又多了一個競爭對手 難免讓小華有點沒安全感 不過這段感情還真的多虧了大嘴巴盛男 大樹其實已經4年沒有交過女朋友 原因是他有個單身比賽才會贏的迷思 因此他跟小華的互動雖然很好 但因為比賽的關係確實沒有到很積極 直到某天大樹又單獨跟大嘴巴盛男在聊天 盛男就很老實的跟大樹說 他把所有事情都跟小華說了 但這個人最屌的地方是 他不但沒有因為泄漏秘密的事情跟大樹道歉 反而還叫大樹要趕快做出行動 不然小華太可憐 哇靠太猛了 這人完全沒有罪惡感啊 不過不管怎麼樣 盛男確實是這段感情的重要推手 因為在跟盛男聊完天以後 大樹立刻衝到女生房間 問小華要不要約會 而且我想不到更辭求的邀約方式 這讓酒逢甘臨的小華感到非常的開心 兩人出遊依然是這台油電混合7626 本次的出遊是很情侶的彩草莓行程 他們還玩了一個很容易YES的遊戲 很多人都說雖然香男篇是10年前的產物 卻沒有過時感 那整個數位相近你怎麼說 草莓行程結束以後兩人到餐廳用餐 小華就表示自己身邊有很多的男性友人 但就是純朋友沒有辦法當情人那種 此時的大樹又來了一顆直球 那我是哪一種 我是可以當你男朋友那種嗎 害羞的小華選擇避而不談 大樹也沒有追問 雖然從這次約會後兩人的感情快速升溫 但比賽即將來臨 而且這次決定大樹能否成為職業的關鍵比賽 確實是無暇顧及跟小華之間的感情 但他其實早就下定了決心 並要在比賽後將一切做個了斷 同時也有在比賽後離開公寓的打算 比賽當天小華起了大早 幫眾人煮了一桌豐盛的早餐 並穿上大樹的T恤要幫他加油 大樹由紅色角落出場 第一回合大樹位居下風多次被逼到角落 但第二回合重新調整過的大樹 開始打了平分秋色 而第三回合開始輪到大樹的瘋狂猛攻 從大樹臉上的傷痕可以看得出來比賽有多激烈 最終大樹以些微之差贏下了比賽並贏得了冠軍腰帶 而這場比賽並非大樹今天的唯一一場比賽 現在跟小華的告白將會是第二場比賽 是的在朝夕相處下大樹最終選擇了小華 而小華也答應了大樹的告白 兩戰全勝是大樹今天最棒的戰績 而這對大小戀也成為了雙城公寓史上第一對配對成功的情侶 原本大樹打算比完賽告完白就離開公寓 但抱得美人貴勢必得在這群單身狗面前炫耀一番 兩人也決定繼續把這邊當成免費的蜜月套房一陣子 然而你聽我毫無起伏的介紹跟進度條就知道事情沒有這麼順利 原本以為兩人可以開始過著沒羞沒燒的甜蜜生活 但一切似乎都跟想像的不太一樣 兩人雖然會在公寓裡面展現情侶該有的互動 但大樹跟小華自從加入雙城公寓的拍攝後 兩個人都變得極度的忙碌 小華的雜誌拍攝工作也變得超多 雖然同住一個屋簷下 但兩人根本就沒有時間相處 除了這些外在因素以外 小華的態度也變得很奇怪 大樹多次邀請小華出門過夜 但每次都被小華打太極敷衍掉 而原本就打算在比賽過後離開公寓的大樹 也曾經問小華要不要乾脆一起從公寓畢業 但兩人在這裡產生了蠻大的想法分歧 大樹覺得搬出去可以減少很多的通勤時間 兩人可以一起在東京租房子 但小華則是覺得兩個人都這麼忙 不在公寓裡面根本就沒機會見面 總之小華這邊的態度給人感覺有點閃躲飄 兩人對於未來的事情也沒什麼共識 而時間很快到了大樹的第二場拳擊賽 上一場是職業決定賽 而第二場比賽則是讓大樹登上世界舞台的關鍵比賽 阿怎麼每一場都這麼關鍵 但偏偏最強後盾小華這段期間拍攝工作超多 不僅沒有辦法幫大樹準備剪中便當 就連比賽當天他都剛好要跟朋友出去玩 於是這場比賽大樹只能單打獨到 而且賽前大樹還傳了很多簡訊給小華 但小華的回應不僅很少也很冷淡 而小華缺席大樹比賽的事情 全日本的觀眾也早就知道 但大樹不想讓人家覺得沒了小華的應援 就沒有辦法贏下比賽大樹在第一回合就把對手光速KO 狠狠的打臉的那些不看好的觀眾 這是一個意氣用事的KO 而一如大樹的習慣比賽一定要比兩場才開心 於是賽後沒多久公寓舉辦了一次露營活動 這個傳統也是襄南篇就傳下來的 當天兩兩代開也是歷代傳統 大樹感受不到小華對這段感情有多大的熱情 小華對此卻也沒有否認 他承認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工作上 確實是無暇顧及跟大樹的情感 最終小華單刀直入的說 他想讓兩人回到原本的朋友關係 簡單來說就是分手 聽到了這突如其來的惡好 大樹並沒有心態崩潰 反而是很有風度的感謝小華願意跟他好好的溝通 也覺得如果小華繼續用這種態度跟他交往的話 兩人一定都不會開心 於是這對大小戀不僅成為了公寓史上第一對情侶 同時也是史上第一對在公寓期間就分手的情侶 不過好在大樹的風度跟兩人的交往時間並不長 雖然其他房客感到有點惋惜 但兩人在公寓裡面並沒有任何的尷尬 而小華也在過了沒多久後就離開了公寓 不過小華離開公寓以後戲份反而變得更多 後來有被另一個房客洋界追求 小華一開始也對他有點好感 但因為這人風品實在太差 跟其他女生過夜後又不想負責任 小華在看到播出以後直接爆戲 最終狠狠地打槍了洋界 當然女主角走了一個 想必是要頂一個上來 讓我們介紹第二位女主角 減免盒子 這個字跟簡單的減童鷹 代表飲水的主子 我是國文小老師 美盒子是一個19歲的寫真模特兒 身材相當勁爆 自從她進入公寓以後片頭我都不快轉 雖然是新進成員 但美盒子早在進入前 就透過電視節目稍微的了解了一下公寓的每個人 當時她最有好感的人 就是現在介紹的大樹 其對待拳擊的認真態度 深深地打動了美盒子 其實美盒子跟小華是有將近兩個月的重疊時間 而且這重疊時間發生了非常多的事情 當時礙於小華跟大樹還在交往 又剛好有人在追求自己 因此美盒子也只能把大樹的喜愛深藏在心中 不過不久後 大樹跟小華分手 美盒子對於追求者一點興趣都沒有 這才稍稍地解放了美盒子 不過她當時也非常的焦慮 因為美盒子跟小華是好朋友 這個平投追求者也是大樹的好朋友 種種複雜的關係都讓美盒子相當的煩惱 不過好在湘南偏的人都很nice 不管是追求者也好小華也罷 都非常的支持美盒子去追求自己所愛 但這個時候美盒子對大樹 頂多就是欣賞 還稱不上是喜歡 而真正讓美盒子愛上大樹的關鍵 說來也好笑 居然是一碗豆腐素麵 當時大樹正在準備自己的第二場比賽 因此努力減重 於是一整天就只吃了一碗豆腐素麵 看到大樹如此認真的職業模樣 深深地打動了美盒子 看來豆腐不只可以三重奏 做成細滅有意想不到的戀愛加成 而接下來大樹在台上精彩的KO 美盒子又更加地崇拜大樹 於是一切的外在因素都搞定 美盒子現在的任務只剩下攻略大樹 但這個過程非常的不順利 首先大樹壓根就沒有把美盒子 當成對象的意思 大樹還很常跟美盒子 開一些很靠北的直男玩笑 但最主要的原因是 大樹的好朋友當時在追求美盒子 所以大樹一直有意無意的 跟美盒子保持距離 儘管後來在節目播出以後 大樹得知了美盒子喜歡自己的事情 但他依舊沒有改變他的做法 仍然是把美盒子當成好朋友對待 美盒子還曾經為此流淚 一度放棄追求大樹 而大樹在短期之內 跟小華交往後又光速分手 目前確實也只想好好的衝刺事業 於是很快的大樹第三場比賽即將到來 大樹也三度的提出了畢業宣言 說打完這場比賽就離開公寓 但嘴巴上說要放棄大樹 身體卻還是很老實 他決定這次更加積極的接近大樹 平常不下廚的美盒子 為了備賽中的大樹開始學著下廚 其中幾道菜色 還是前女友小華親自傳授 只是這個刀工 我怕便當裡面會有手指頭 大樹也是很爽啊 幾乎每次比賽都有剪重便當吃 面對美盒子的追求 大樹似乎有逐漸動搖的跡象 雖然這場比賽並沒有展現上一場的載智力 但反而打得有來有往 是三場比賽中最刺激的一場 但大樹的實力是遠高對手的 之所以打得綁手綁腳 具體的原因我們等一下會說 當天美盒子也有一場主播選拔 選拔結束以後才飛奔到賽場看大樹比賽 好在有看到大樹獲勝的模樣 賽後美盒子到了後台找大樹 兩人一起漫步到公園 美盒子也對大樹開始了告白 但大樹依然是發了一張好人卡給他 因為比起事業上的困擾 感情的問題顯得不足輕重 如何摧毀一個追逐夢想的人 是讓其屢戰屢敗嗎 是讓其了解到自己有多渺小嗎 都不是 而是要讓他連追逐夢想的機會都沒有 讓我們將時間回到第三場比賽前幾天 大樹找了自己的清潔聊天 說有一個重要的事情要跟他說 姐姐開玩笑的說 該不會是要跟我說你要離開格鬥界吧 結果老姐這無心的玩笑話還真的說對了 在比賽前大樹去醫院做了一次全身掃描 發現大腦裡面有一塊陰影似乎是個腫瘤 醫生的報告還沒有出來 只是告誡大樹這次的比賽盡可能不要被擊中腦部 這也是為什麼第三場比賽 大樹沒能放開手全力進攻的原因 聽到此事的姐姐不敢置信的流下了眼淚 而這件事情目前也只有大樹的媽媽跟姐姐知道 因此比賽雖然獲勝了 但大樹因為未知的病情完全無心談戀愛 拒絕美和慈的告白也是合情合理 賽後的隔一天 大樹前往醫院聽報告 而醫生的報告將會決定他是否能繼續留在擂台 這塊白色的部位雖然不是腫瘤 但有積水的現象 醫學上稱為蜘蛛膜囊腫 先天或後天都有可能引發這種疾病 這個症狀雖然不致死 但大腦絕對不能受到嚴重的碰撞 當然可以動手術 但手術過後頭骨的厚度會變薄 依然不能受到嚴重碰撞 簡單來說 醫生的這一席話 正式地宣告大樹的格鬥生涯到此為止 不管是在訓練中還是節食中 從來沒有聽過大樹抱怨過 但這次醫生宣判的死刑 也讓鐵和大樹流下了眼淚 而拳館的會長也接到了來自醫院的2號 並希望大樹能就此以退 大樹只能默默地接受會長的決定 並努力地消化再也不能打拳的事實 而這天是大樹最好朋友的生日 眾人在公寓裡面開心地幫他慶生 但大樹並沒有回到公寓 隔天 消失了一整夜的大樹 終於回到了雙層公寓 大家都很擔心他 因為不管再怎麼玩 重情重義的大樹 一定會回來幫好兄弟慶祝生日 雖然大樹面露疲憊 時間又很晚了 但他還是希望大家能到客廳 我有些事情想宣布 大家對於一天未歸的大樹很擔心 於是很快地到公寓集合 大樹也把自己的變形跟大家說 並宣布自己再也不能從事格鬥運動 如果破裂的話會有生命危險 我知道昨天是我兄弟的生日 但我的心情真的糟透了 我不想壞了大家的氣氛 也沒有辦法真心地祝福你 所以很抱歉我沒有回來 在這裡我有一個無理的請求 雖然曾經說過比完賽後就要離開公寓 但從國小開始我就只有格鬥 我希望能在這裡待一陣子 直到找到我想做的事情 於是在眾人的鼓勵下 宮城大樹也即將在雙層公寓開啟第二個篇章 在沒了拳擊以後 大樹也突然閒了下來 開始過著比較輕鬆的平凡人生活 還可以瘋狂地吃蛋糕 在某天悠閒的同時 大樹也很快地找到了他想嘗試的事情 某天他抱來一堆參考書 並決定要當幼稚園老師 雖然反差很大 但大樹非常的喜歡小孩 幼稚園老師也是他的夢想職業之一 為此他必須先把高中畢業並考上大學 看到高速振作的大樹 公寓的其他人也很為他感到開心 而看到大樹找到方向的美盒子 也覺得自己應該開始努力做一些自己曾經想做的事情 於是他也開始讀書想考駕照 同時成為了大樹的半讀書童 不過美盒子卻逐漸地開始考慮離開公寓的打算 雖然他跟大樹戀情無果 但至少讓大樹知道了自己的心意 再加上大樹也找到了想做的事情 他在公寓裡面已經沒有任何遺憾 但美盒子的想法卻被大樹挽留 他覺得美盒子在身邊的時候讓我感到很安心 希望你可以留下來 就算只是陪我讀讀書都好 於是在大樹的胃流下美盒子繼續的待在公寓裡面 而大樹也沒有打水炮 立刻開始去幼稚園面試工作 雖然沒經驗 但憑藉著對小朋友的喜愛 成功地面試上了工作 看著曾經在擂台上叱咒風雲的男人 現在在幼稚園教小朋友跳跳箱 也著實是一種非常有趣的反差 而美盒子這邊也成功地在主播征選中脫穎而出 美盒子的票數大幅的碾壓其他參賽選手 兩個人也都開始朝著自己的目標前進 兩人的關係也變得很療癒 雖然沒有男女之間的情愫卻有一種互相扶持的家人感 而這樣平淡且溫馨的時光也過了一段時間 這個時候其實很多人跟大樹說 希望他能給美盒子一個答覆 前女友小華也說大樹對美盒子的態度一直都有點曖昧不明 是不是應該好好地講清楚 而大樹後來也找了一天跟美盒子吃飯 並表示美盒子就是雙層公寓的美盒子 言下之意就是兩個人就是好朋友 而美盒子在這段期間的相處下來 他對大樹的喜愛也早已升華成了家人般的關係 而大樹幼稚園的工作雖然做得很順利 但對於長期在擂台上拼高下的男人來說 幼稚園的工作確實是少了一點刺激感 於是他決定再度地轉換跑道 開始想朝五光十色的演藝圈發展 當然大樹也清楚地知道 如果要朝演藝圈發展的話 繼續待在有燈光效果的雙層公寓 絕對是最好的選擇 但他不想要繼續帶著雙層公寓的光環 想要以工程大樹個人的名義努力 因此四度宣布離開公寓 而美盒子之前就想離開公寓了 當時也是因為大樹的挽留而繼續待在公寓 如今聽到大樹的畢業宣言自然也是沒繼續待下去的理由 於是在第五季的尾聲 大樹起了個大早把公寓裡裡外外打掃了一遍 並把眾人撕開以後在他們床上偷放卡片 大樹和美盒子也在此集一同離開了公寓 這次是真的要離開了 而眾人在看到大樹留下的卡片後 又再次的擊潰了大家的淚線 至此雙層公寓湘南篇最有魅力的男人下台一舉功 整體而言大樹是個非常有魅力的男人 我對於他這麼有異性緣是一點都不會感到意外 如果你可以有幸從頭看到我的話 大樹真的很有反差魅力 台上是個不敗戰神 對自己極度嚴苛 卻從來沒有看到他有任何怨言 在公寓裡面卻是個和善的大哥哥 什麼事情都可以找他討論 跟小華分手也展現了大氣的風度 就連他後續跟其他房客搞曖昧 也是抱著一個祝福的態度 大樹真的是努力到你會忍不住變成他的粉絲 忍不住會想用實際行動去支持他 儘管被醫生宣判病情 但還是很快的就找到了人生方向 並開始努力 從宣布病情到錄取幼稚園老師 期間不超過三個月 你很難不被他的努力所感動 特別是一個除了格鬥以外 什麼都不會的人 雖然不在擂台上了 但大樹是我心中永遠的冠軍 至於美盒子也是很努力 雖然美盒子有著傲人的身材 但他其實很厭倦這種賣弄美色的工作 因此積極地想要轉型 雖然最終沒能跟大樹修成正果 但兩人的相互扶持 也是相當偏重一段令人感動的佳話 好的 那麼老樣子還是來補充一下眾人的後續 首先是大樹的第一任女友小華 離開雙層公寓之後 成為了一個服裝公司的製作人 不過在2018年年底離職 近期比較少在演藝圈發展 目前擔任時尚品牌Margot的製作人 廚藝不錯的小華 還有一個專門發料理的小賬號 至於本帳就很驚人了 目前有將近60萬的追蹤人次 而且小華整個人變瘦超多 跟雙層公寓時期比起來完全不一樣 但是小華在結束拍攝以後 發生了醜聞事件 去年5月小華被發現跟已婚人士油染 對象是一個群馬線建築公司的社長 據新聞所知 小華近年來工作量並不多 大部分有男方照顧 事務所發現這件事情後 也立刻將他從官網中移除 但比起小華的一波三折 美盒子離開公寓以後 發展倒是非常的順利 離開公寓之後 美盒子拍攝了超多電視劇跟電影 然後也有出演假面騎士 難道襄男片是假面騎士的搖籃嗎 還曾經發布過懷孕照 引起網友們的關注 不過後來證實只是為了演戲 寫真書還是有在出 阿萱會挑幾張比較不容易被黃標的給大家看看 難度相當之高 不過依照工作比例來看 美盒子確實成功風奶並且轉型 有開設一個YouTube頻道 就是很生活 粉絲可以去看一下 目前也還在單身中 最近日本解封 大家有興趣的可以拼一下 最後則是我們的主角大樹 離開雙城公寓後 大樹開設了屬於自己的群館 在舊棟晶片中也有出現客串 會議之後也輾轉往演藝圈發展 曾經參演連續劇監獄學員 大樹為了拍這部劇瘋狂瘦身的10公斤 然後給他一個幾乎不會露臉的角色 2020年加入TrueStar經紀公司 並和劇中的喜劇演員 導一瓶共同經營一個YouTube頻道 在網路上也可以看到 大樹每場比賽的戰績 生涯打出了17勝3敗一合的成績 最後一場比賽是在2013年的7月20號 2014年宣布退役 大樹跟公寓的人感情真的都很好 IG的最新一篇貼文也是跟公寓的夥伴合照 至於病情的部分 我們是沒有找到更多的後續 有之前的觀眾們可以在下面補充 好的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下集將會為大家帶來 相當片中最慘的一個房客 每一個他喜歡的女生都不喜歡他 還都喜歡大樹 慘到我都有點想笑 好的 我是Simon 我們下次影片再見 掰掰